几十年前,优秀的中华儿女响应国家号召,踏出祖国的西南边陲,参加到了元月抗法、抗美的战争去了。 这一去便是几十年,很多华人在越南安家,然而在打走了法、美侵略者以后,越南离损政府个棒槌,为了讨好苏联,断然不顾中越人民的友谊,排斥华人在我国边境制造了一起起的血案。 在老街用一个湿的兵力打砸抢烧华侨的工厂,商店住宅五万余处,如此旺本负义怎能不让人寒心。 出于自卫,我国在1979年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行动,多少的优秀中华儿女保卫边疆,守卫祖国神圣领土,维护祖国尊严,投身于这场战争中去了。 多少的优秀中华儿女走出国门后就再也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,如今他们依旧注视着前方,另对祖国际予偷窥的敌人瑟瑟发抖。 这一仗打出来了我们几十年的和平生活,下面跟随这部纪录片,让我们一起看看战士们战斗过的地方吧,或许这部影片中的很多镜头是战士们最后的摄影了。 MING PAOON!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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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.. Oh... chwil也可以 Oh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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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ıyorum... Oh... Ich Doug... eee Oh... I can't know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